莊維鄉長沈慶山特別來到宜蘭河中央橋下來視察 了解9月份開始栽種的大波斯菊目前開花的情形 主要是出場透過與農民的合作 在秀庚時期營造優美的農村景色 來吸引遊客民眾造訪莊維鄉 中央這段時間在沙丘地景藝術以外 現在我們延續在中央國中後面 宜蘭莊桥下宜蘭河高灘地 有來營造一片花海 現在陸陸續續也差不多在開花 有差不多已經開了五星 也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高灘地 以前在水殘的部分 因為水分比較多 灰都拿不起來 現在就有這個民眾的 掛在高灘地來造花海營造 這裏水性比較好 所以說這次發料比較漂亮 中央公主委表示 這次配合的農地將近2.5公頃 大約五成在開花 預估花幾個到明年農曆年後 主要栽種在宜蘭河中央橋下游的左右岸 位置非常容易找尋 因為這個地方是在宜蘭河的高灘地 所以說在宜蘭武路過來跟國中這個地方 要走他的樁橋下的車車道 走在宜蘭河提防邊的水網道路來 避過天空就能看到這片花海 希望民眾來這裡的時間 不要把這個火來撈水 維持這個火差不多可以等到美女 農曆過年後 另外農民如果想用大波斯局來做修根 種子的取得管道 可以向壯圍公所農金客來洽巡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玲采訪報導 好